看到这对男头的夫妻了 他们呢相约开车道 PMP的山区想要去巡短 刚好呢这个巡逻的远景看到 发现他们两个蛮可疑的 上前去盘查 拦阻成功 那么这对夫妇呢向警察说 是因为呢他们经营的性报库工厂 严重的亏损 欠下了大量的债务 甚至呢连工厂卖掉都还还不清 所以一直才会想不开 想要去这个巡短 一部黑色轿车停在山区道路旁 巡逻远景经过发现 车子引擎发动没熄火 前后左右的车窗 全部用报纸遮起来 远景上前盘查 透过缝隙查看车内的状况 发现一男一女呈现昏迷状态 随机破窗救人 被救出的一男一女是一对夫妻 送一急救检回一命 警方清查车内发现一张纸条 写下几度负面的字句 上头的字迹非常潦草 显示出当时两人情绪混乱 这一对男女的话 已经有呈现一些 一些 昏迷的状态 然后立即把他摇醒 事后查证 发现他们是夫妻 因为债务的问题 这对夫妻经营 南投一家信报雇工厂 因为近年来 严重的亏损 身处庞大债务下不堪负荷 夫妻俩想不开 在情绪最低潮的时候 意气勇事 警方的急救完成之后 他们也感到很后悔 然后另外也很感激 警方的那个发现 来挽救他们 这对服务的生命 两条宝贵的性命 因为警方入夜巡逻 及时抢救 获救了夫妻清醒后 如大梦初醒一般 为自己的冲动行为 感到懊悔 中文字幕李梦章 张军栋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